这场气暴首当其冲的是成姓一家人 三岁和两岁的小姐弟和阿嬷在家 三个人被罩到几乎是全身赤裸 62岁的阿嬷被救出的时候已经意识不清了 三岁大的小姐姐全身92%的2到3度烧烫伤 只有后脑勺一小块区域没有遭到烧伤 而英勇的消防队员冲入火场 先是救出了三岁重伤的姐姐 回头要再救时 两岁的弟弟却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目睹一条小生命的丧命 让消防队员也忍不住的流下男儿泪 从高处鸟看三楼前阳台望进了气暴的现场 惨不忍睹的断圆残壁当中 消防队员抱着三岁的姐姐赶紧冲下楼 当时消防队员张一鹏还看到了 倒在冰箱旁边有一个两岁的弟弟奄奄一席 但是因为危急又狭窄的现场 不容许他一次救两个孩子 张一鹏先带走了姐姐 将几乎昏厥的姐姐送上了担架 当他再回过头来冲上三楼救两岁的弟弟 在他怀中的孩子已经脸色发紫 张一鹏留着满身大汗 将弟弟送上了担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张一鹏非常自责地表示 他上楼救援的时候 听到孩子喊妈妈 他真的很恨自己 没有能力彼此救两个 发现有小朋友在呼喊 然后就寻着声音 然后找到他们在祝福那边 然后就试着把他们救错 就这样子 那所有小朋友上次是很严重的 双鹏一鹏表示 两位幼童一位送医前已无声度惊吓 另外一位全身有90%烧烫伤 情况非常严重 那姐姐来的时候是烧烫伤 二到三度大概超过90% 所以我们做完急救了 现在转送到马界去 那弟弟比较不幸 到原前已经没有生命正向 经过即将还是宣告死亡 一场气暴夺走了一小生命 留下了重伤的姐姐和重伤的阿嬷 至于幼童的父母亲 正在高雄服役当中 闻讯以火速反家善后 记者综合报道 好